好 照片也切好了 这个颜色 黑白也调好了 那我们照片还可以做什么呢 有一部分同学需要这个 来个去斑除痘 去斑除痘要怎么弄啊 老师真的可以吗 开玩笑 当然可以了 来 我们先把 照片放大一点 把显示比例放大 并没有真的放大 只显示大一点 那潘老师这里有几个痘子 这次潘老师特地为了这个示范 所以选了自己的照片 因为我不忍心拿你们的照片来示范 好 你看到没 潘老师这里有两个青春痘弄出来的8 还不够大 我们再看上面显示比例 按放大到200% 就是增加一倍来看 好 你看 等下去以后变大了 看得很清楚 好 这里有两个8 怎么办呢 来 请看我们的工具面板 来 看这边 之前我们都讲第一块 什么选取工具啊 变形工具 文字工具 来 请看这边 1234 第四个 修容工具 修就是修理 容就是容貌 用这个工具就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长相稍微调整一下 好 我们按一下 修容工具 按 这时候一样属性工具列会变 那 诶 游标也变了 变了一个十字 瞄准星 看到了没 好 这个十字瞄准星是干嘛呢 它叫复制过来 其实所谓的修容工具 它就是把你连上其他地方的皮肤 复制一块平滑的过来 那我会建议你找附近的 找附近的 这个好像那个皮肤移植 比如说我觉得这里不好 可是旁边的OK 那我们就要以这里为起点 那怎么样定义 这个复制的起点呢 你看上面属性工具列 第一个 看到没 有一个点 定义起点 你按一下 然后告诉他我要哪里做起点 这里 点一下左键 咚咚 好 游标十字就会留在那里 然后你的游标变成一个圆圈 那你要注意这个游标的圆圈 一定要比你这个八或豆要大一点点 好 来 万一不够大或者太大怎么办 来 属性工具列的第二个 这个有没有 形状还有大小 你可以按这个小箭头微调 微二一二二 看到没 然后如果要调很大 按这个 按住 不要放开哦 左 拉 右 拉 这样就可以调了 懂了吗 好 等到你全好了 放开 还要差一点 微调一下 一格 好 这改形状 这改大小 这定义起点 好 你看哦 我这块很平滑 到这里哦 那么这一个我要建议你了 这个是柔边的程度 那我通常都要开很高 因为哦 不要作假 我们淡化一点就好了 开到 8788 89 90 甚至91 92 都有可能 那你这样一点呢 它会稍微盖 可是我没骗人啊 我们就好像化妆一样 好 我点一次你看哦 点 你看变淡了 有没有看到 那如果你不是90 你是0 就是一点都不透明 整个盖掉 哇 老师我的皮肤变好平滑哦 不过我不太建议你这样 你不觉得这个比原来的皮肤 还要平滑了吗 那就感觉有点骗人哦 我们可以美化 但是不要骗人 那这是潘老师的标准 那你的标准你自己决定 好 我要用90 我稍微盖掉一点就好了 不够 再改一点点 好 那这边还有一个8 那我还是可以用这个 不过定义起点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按住shift 也可以哦 你看我按住shift 游标是不是变十字了 你待会也可以试试看哦 记得按住shift shift键 好 我要注意 我刚才讲了 复制周围的过来 你看这里是不是它旁边周围 跟它非常接近 明暗亮度颜色都很接近 我点一下左键 好 shift 不要放开哦 点一下 好 shift 再放开 十字又留在这里 我再点一下这里 点 你看变淡了 好 好 这样我觉得稍微淡一点就够了 不要完全都没有嘛 好 好 至于除痘一模一样 你看潘老师这里有一颗痣 也是一样 我又按住shift 从旁边 复制 皮肤移植一块过来 好 你看 很淡啊 几乎看不见啊 好 这就是去斑除痘了 那 如果你一直这样做 那就磨皮了 如果是美白那要用色尖 那个以后我们另外再有机会再讲 好了 那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各位小朋友学会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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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